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里面介绍的事情 好像之前是一些访问 那里已经见过客人 不过就当整理吧 今晚8点半 会有中年好声音三支八强诞生 今年6月的时候 真不觉不觉 就举行了香港区公开招募 有多少人来报名呢? 有差不多4000人 在这个海选面试期间 嘉燕姐又到场打气 曾志偉又来旁观 其实好像上一届都有 第一届有没有? 我忘记了好像也有 每年都有去训练 另外就是之前 中年好声音二的贵君 颜米糕 都来直击海选 访问一下参赛者 好了 今次有哪些人选 特别推介 或者叫大家留意一下呢? 例如是 林志荣2.0 任永健 黑实李志庭 李创伟 港版梁正瑜 霍路斯 追梦除了有勇气 都需要一些坚毅的意志 在千多人里面 有三名参赛者 曾经患过癌症 当中报称是土木工程师 今年40岁的林志荣2.0 任永健 曾经因为接受过电疗 化疗 影响了喉咙 很干 一到不能唱歌 经过一番努力 多年做运动的情况下 有改善 他说 参加这次比赛 想做个榜样给儿子看 教他做人要努力坚持 不要放弃 追梦 说得明白 中年好声音 没有年龄限制 这次有些年纪比较大的参赛者出现 例如82岁的婆婆 賴慧玉 是今年最年长的参赛者 她一出场的时候 张佳天就赞她 雍雍华贵的婆婆 还有原来这位婆婆 在非洲都做了二十年 逢着大时大节都会唱歌表演一下 十年前就退休回到香港 知道患了癌症 虽然是这样也好 她仍然站在台上追梦 值得支持 而另一位同样是 满头白发的 事相型婆婆 八十岁 罗秀兰 只要她的亡夫 生前很支持她唱歌 所以就选了她的亡夫 很喜欢的一首歌来面试 就是《亲密爱人》 这届仍然有一些 之前已出过道的歌手来参加比赛 例如有39岁的前歌手赵俊成 在2008年的时候 就以男子组合Square 出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有少少 当时的发展不一样 星途平平 一度离开了乐坛 甚至离开了香港 转移到北京做生意 期间都没有放弃做歌手 仍然自知出歌 而另一位36岁的侯正依 就是一名Hifi唱片歌手 就是发烧碟那些 今次以牛仔绿献唱初戀 希望可以加入中年好声音 这个大家庭 至于其他参赛者 有些都挺特别 例如当中 有50岁的蔡坚伟 原来就是第一届 星蒙全奇学员 Rolita的爸爸 海选当日 Rolita一直陪着爸爸 帮他打气 并且大赞爸爸 表现值得100分 他说不是唱歌的人 又没有学过唱歌 敢参加 就已经很聪明了 至于 爸爸赛坚伟 表示 今次参加比赛 是为了鼓励二女 和小孩 可以承计家姐的衣缝 参加星梦全奇3 星梦3 好像说了一段时间 今年应该就没什么可能 看看明年 明年看看行不行 智峰是中年好司机的 52岁参赛者 刘建伟 看来就挺风趣幽默 但想不到他分享故事的时候 搞到我们的评判 海逸感动落泪 他说 他唱千亿个夜晚是纪念太太 因为两年之前 一次意外就过了身 守紧王伍仲恒 就说 他不按个小钟 是因为知道 他的太太是在听 至于36岁的罗逸軒 就说 九十多岁的妈妈 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粉丝 但因为 就是知道他近期 开始对生命 就有些消极 为了给了些惊喜 静静静就补了名 他说 如果等妈妈回到家 看中年好声音 见到他的孫子出现 就会更正 总之 在这个比赛里面 可以走到多远就多远 他都想给了些动力麻麻 今晚这半个小时 就纯粹一个人物介绍 大家都听到 之前一些访问 和报导里面 都差不多有介绍过 以上一些参赛者 至于他们的表现如何 我真的要等到下一个星期才知道 因为下一个星期才是唱的 今次是否应该最低限度 就是香港区的参赛者 比赛了第一轮先 然后才会混合之前的新马区 大湾区 选择了15个 今次希望可以炒热的热度 暂时来说中年好声音3 都未算很热 我想来到香港区的选手 大家的投入度会更高 希望可以出发一些 人气点 飽灯点的参赛者 可以带回整个节目 那就好了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另外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 结尾画面左下角就见到 记得订阅 哈啰 假如你喜欢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真死非天爷爷 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曼一被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无法救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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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